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在京都的老屋 老屋现在人在京都车场这边 准备搭特级电车前往河昌温泉 带大家驻温泉旅馆吃海鲜大餐 订了从京都直达河昌温泉的直达电车 在这个零号月台搭车 11点10分出发,2点半抵达 总共8590日圆 找到我们12A的座位了 坐了很久的电车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丢垃圾 哇,呼吸到户外的新鲜空气 用完了车票丢入这个蓝色小箱子中 我们终于进来了,河昌温泉 小小的车站还蛮可爱的 车站出来左边这边有观光资讯中心 它里面有这个可以盖印章的地方 来盖一个做一个纪念 之前已经有跟温泉旅馆预约好的接驳车 它说会在车站外面等我们 说会拿着牌子 好像找到了哦 就是它就是它 啊,坐上接驳车 做上接驳车准备要出发去温泉旅馆了 好兴奋 开车不用10分钟就可以抵达我们今天住宿的地方啦 前面这个有绿色屋顶的就是我们要住的温泉旅馆 小酒 ソフトドリング 一杯無料的 拳点 取得来的 这里面是有食的前面お持ちください 有点赞养的时间 明日送迎の时间もありますので 金石上富岳的地方的池店をいただけますか 稼文已有食的时间 拳点 当时的房间就着聚期待的 フェイン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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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身边的方法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有请 就在你的房间 集园 lavender液 這個 瑾芥芥芳 這是這個嗎? 對 1998 還有這個 你 Хотakah你看那個 太可愛了 我把它封鎖我看 要把我捐一下 這台車是臉部 是臉部 不要緊 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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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動 好感動 非常感動 好感動 大丈夫 好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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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啦這就是老吳今天入住的房間啦 住的是七一三房 和陽式的trim的房型 那一樣我們從玄關開始看吧 那這邊是玄關的空間還蠻大的 這個的話是如果你有做輪椅的話 可以鋪這個方便上來這個玄關的階梯 那這邊有鞋櫃 裡面有木機 然後跟拖鞋 左邊這一扇門 它是廁所 一樣也是免治馬桶 那它這邊都有扶手 方便就是行動不便的人可以摻扶 掛在扶手這邊的是香包 應該是拿來當做廁所的芳香劑在使用 放回去 右手邊的部分 這邊有個全身鏡 喔 洗面室 這邊籃子可以拿來裝衣服 下面這個是毛巾架 這邊一樣也有扶手在 再來我們來看看這邊都擺什麼 首先這邊是POLA的東西 卸妝的洗臉的化妝水跟乳液 這邊是資深堂男士用的 化妝水跟枕頭髮的 衛生機 這邊是擦手指 浴帽 化妝棉棉花瓣跟髮圈 牙刷 梳子 洗手乳 這邊這一台的吹風機 是Dyson的高級吹風機 晚上來用它吹頭髮 LED燈的化妝鏡 塑膠 這邊是只有淋浴的浴室 這應該也是方便老人家可以坐著洗澡用的 這邊也有浴室用的椅子跟桶子 裡面也有把洗髮精、潤髮乳跟沐浴乳 這邊這個蓮蓬頭是可以讓你噴出來水變很細的 對皮膚友好的蓮蓬頭 再來看我們的主要房間 首先右手邊是一台大的液晶電視 有四個合式椅子跟一張桌子 這邊是裝冷水的水壺 比如他們家的飯店使用手冊 一樣就是一些飯店的條款 後面還有一些飯店的說明 這是我們旅館房間的鑰匙 傳統鑰匙 旁邊放的這個是送的餅乾 這邊則是剛剛拿到的浴衣 還有袋子 這邊是WIFI的帳號跟密碼 旁邊這一格放的是帶去大浴場的東西 首先鑽東西的籃子嘛 還有毛巾 浴巾 竹袋 腰帶 看過去這邊 小丑戟跟衣架 這個是可以穿在浴衣外面的背心 金褲 必用的坐墊 這邊則是 這邊則是合式的床 這邊則是鋪在地上的床 往前看我的陽台 蓋在布底下的這個是杯子 馬克杯跟杯子 還有綠茶跟咖啡 這邊這一個玻璃櫃呢 裡面裝的是 啤酒用的玻璃杯 開罐器 牙籤 下面這個是熱水壺跟水 冰箱 它是空的 旁邊櫃子裡面放的是問卷 筆記用具 外面是漂亮的美景 這邊還有兩張椅子跟一張小茶几 再來這邊就是我們的床 可以各睡兩個人 枕頭的部分呢 這顆是軟的 這顆是硬的 棉被 厚度補通 這邊有放衛生紙 下面 這邊很貼心的部分 它有USB的插座跟兩孔插座 再回到這邊來 這邊有台空氣清淨機 跟暖氣機 出外探險 那這邊的海 它這邊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海 然後這邊又可以敲一個請人鐘 很響亮的聲音 眼前這一棟就是我們住的溫泉旅館 然後我們下走的地方是有點類似他們後門的地方 他們的橋很可愛是曲線狀的 下面還有可愛的小鴨子 時間咻一下就來到6點 來到他們二樓的餐廳 準備吃飯啦 用免費的飲料就換了一瓶啤酒 在家裡 你知道還是沒入口水 可以吃飯這個 爛啤酒 不一口水 但是有一個小鴨子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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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有生魚片 還有魚 跟牛排 還有重要的啤酒 吃完了我們的晚餐 回房間去 這個是我們的攝影師 大家好 這是一樓的大廳空間 可以坐在這邊休息 這邊有很可愛的麵包超人 一樓還有抽菸室 這邊是我們泡溫泉的地方啦 左邊是男湯 右邊是女湯 女湯在二樓 但是有個電梯 我們就坐電梯吧 好 好 好 拿上號碼牌 好啦 那老吴要進去泡澡啦 大家晚點見 泡完了一個舒服的澡 走出去回房間吧 這邊還有乒乓球室 一次三十分鐘五百日圓 這個是金澤的河傘 每個做工都非常的美麗 這樣一支要價都大概五萬日圓左右 唉唷 他房間的隔音還算是做得不太好 因為就連老吴現在人在門外 都可以聽得見就是我 眉關的電視的聲音 好啦 泡完早回來老吴也換上浴衣啦 這是他們家浴衣 選了一件就是Sparky的浴衣 戴上藍色的腰帶 還蠻可愛的 用了POLA加他們的卸妝跟洗臉的非常好用 洗完臉非常清爽乾淨舒服 很推薦 乳液跟化妝水的部分也非常滋潤 這兩個也很好用 這個Dyson的高級吹風劑也非常好用 風量大吹乾的速度又快 而且重點是吹完頭髮之後非常柔順 他這個水壺磚的是冷水 還蠻貼心的 泡完澡口都超渴的 好險有冰水 泡完澡之後全身得到了疲勞解放 好想睡覺 老吴決定先來睡覺了 剩下沒做完的介紹 我們明天再來介紹 晚安 大家早安 現在7點20分 準備下去洗個澡 吃早餐 哇今天也是好天氣呢 哇這邊陽光灑進來還蠻漂亮的 現在只有老吴一個人咧 那就盡情泡個澡 泡完之後下去吃早餐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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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已經上來了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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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吃完了我们的早餐 回去房间吧 这边有很多当地的观光情报 还有养一只大螃蟹 这边是坐着休息的地方 这个是冰棒的自动贩卖机 饮料的自动贩卖机 走到对面去的话是一家卖店 卖一些土产 跟他们温泉旅馆在用的东西 它这个是房间里面的饼干 还蛮好吃的 推荐 这个是合餐温泉的吉祥物 温泉袋 它这里面竟然有夹娃娃机 有拉拉熊 还有扭蛋 这边写着迷 它这个空间是儿童日圆 它这边有各式浴衣 租一间770日圆 如果你租浴衣的话 它这边还会送一个袋子 有各自各样的花色 吃完早餐回到房间 打算边喝咖啡 边吃他们家的土产 边看外面的眉睫 发一下呆 然后准备退房 这是红豆口味的长这样 里面应该是有夹东西 它外面酥软 皮很软 然后里面包的是红豆 还蛮好吃的 不会很甜 忘了跟大家说 它这边的窗户 是可以打开来的 哇 那边可以看到敲钟的地方 他们家的WiFi不是很好用 就算连上的WiFi 就是也不是满格 大概四格左右 网路很慢 那我们拿着钥匙 下去准备退房啦 他们的退房时间 是早上的10点 还蛮早的 得赶快下去准备了 再见啦 我们的房间 哎呦 柜台没有人 先放在桌子上面好了 跟服务人员办完退房之后 就有专人领我们去坐接驳车 到车站啦 好 好 有点 感谢 好 好 我做得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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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們回到了河長溫泉站啦 距離我們下一班發車時間是11點10分 所以先在右邊這個位置 等一下電車 他車站一出來就有計程車的搭車處 本來會去金澤的電車想要做這一台 Hanayomenore的電車 但是因為他這台電車到3月底都停止運死的關係 所以很可惜的在這沒能做到 他們這邊的電車啊 因為算是個小電車站吧 所以沒辦法用交通卡 像是EKO卡或者是11卡都不能用 只能夠用現金買車票 他們的電車好小一台唷 只有一輛而已 他們的電車好小一台唷 他們的電車好小一台唷 只有一輛而已 好拉 掰掰 合渣溫泉 下班 不能拍攝 我可以拍攝 我不在拍攝 我可以拍攝 不拍攝 還是成功 最離職 感谢观看